格式化之后 接下来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插入空白裂 插入空白裂你会发现 基本上原则是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插入空白裂 还有删除空白裂 所以第一个呢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插入空白裂 或者是删除空白裂的话 它的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请你从后面大的 就是反向去做插入 或者是反向去删除 主要原因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如果说你 假如说从上面删除的话 或者从上面插入裂 它会影响到下面 反向不会 反向反而一直上去就对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如果说要能够做出 一插入空白裂的话 那我大概需要做哪些效果 我们大概来分析一下 一游标一定是先从 从第33列 做什么呢 按右键插入一列 再来的话往上 32 按右键插入一列 33 32 3 一直到多少呢 那我就要到哪里为止 应该是到这边吧 这边还要不要 这边如果再插入一列 多了 所以呢应该是 从33到3 所以回圈的叙述就说 for i 等于33到3为止 但是呢因为我是反向的 所以后面要加一个step-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程式不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一样呢请各位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呢 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叫插入空白裂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撰写for i 等于33到3 关键在这里一定要写step-1 如果没有负1的话 他33就跳掉了 因为33再来34了 他只会越多不会预设是多哦 所以如果你要反一定要加一个step-1 这是最重要的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插入一列的话 很简单 就是在rows后面加一个点什么呢 点后面这个地方 你特别注意一定要在后面加一个插入一列的话 叫insert 那那个单字如果你不会拼的话 其实你的键盘上面也有insert 一定不会错 下面是delete insert delete ok这样就可以了 rows指是哪一个 就是所有的列 哪一列呢 刮糊 所以他会在33 先帮你插入一列 再来32 一直越来 所以这边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 我们用那个 租航来跑 安年福巴 租航 你会发现 我这个地方 他进来的话是33 所以在33插入一列 我好像感觉没什么插 在下面 反正多了一列 再来的话呢 32 有了 有没有 31 一直累推 他一直到什么了 到3的时候就停掉了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 就是插入空白列的动作 好那接下来的话 你想说 老师我希望随时可以 增加也可以把它去掉 那可是去掉的话 特别之后 跟刚刚那个insert的道理差不多 所以你要去思考 假如说我要删除掉它的话 那我必须从这一列 开始把它按右键 删除 再来你63之后 62 右键 删除就完蛋 因为不见 因为不见 所以应该什么 63 跳一个 61 再跳一个 59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要间隔 刚刚step-1 这个地方记得 从63开始 step多少 负2 ok 所以它会怎么样 跳一个跳一个 直到3到哪一个为止 3为止 所以我这边的话 删除 空白列 我这边的写法是 一样 插入一个删除空白列 从61 我看看是不是61 从这边 61或63 其实63 3好像应该没什么感觉 3掉这一个 它只是地补上的 ok 我把它改成63 这个地方63 到3 step 记得一定要是负2 你不能是负1 如果负1的话就完蛋了 因为年历不见了 因为全部删光光 所以不能删除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只要把点音色 改成点的类型就ok 在这边做完之后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它在瞬间 因为我刚刚做了什么事 瞬间就不见了 因为刚刚是哪 insert 负1就错了 应该是负2才对 ok 所以这是错误的示范 ok 因为刚刚我怎么 我好像没有改到 好 没关系 另外呢 请各位注意一点 你在练习的时候 因为删除或差 删除的话 它是不可逆的 所谓的不可逆 就是你不能用什么 Ctrl D 把它复原 所以 如果你要练习 请你留原来的 把这个呢 Ctrl 键按住 拖拉一个来练习 如果错的话 还有机会可以挽救 因为还有 我要变出一个 ok 稍微说一下 那你这个地方 如果做完之后 应该就ok了 我跑一次 可是 State 负2应该ok 先 记得先插入 然后再把它删掉 这样应该ok了 那最后的话 做完之后呢 同学还有就是 会希望说 老师那个 列高好像不太够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列高 帮我增加到 预设是23 旁边有个 有没有 高度嘛 你选这一列吧 高度预设好像是23 那可不可以帮我调整到 大概50个像素 这样子 也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 插入一列之后 顺便呢 再把它列高调整的话 那你就顺便 插入一列之后 下面再增加一行 叫rho的height 它的高度 等于50就可以 所以呢 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高度 也顺便调一下 就是列高 一样 我把这一个 插入控白列 复制贴过来 增加一个底线 列高50 其他都没改 只是改了一个地方 叫rho height 如果你这个rho height 不会拼的话 你可以这样 rho height 先不要刮糊 点下去 这边就会有个什么 rho height 就有了 ok 然后呢 你给它50 最后呢 请你把那个什么呢 刮糊 补到前面 因为如果你没有 补瓜糊 在前面 它会变成 这个工作表 全部的列呢 都变成50了 就会有问题 那加了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有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效果 把它删除 然后呢 再把它插入那个 我需要的高度 这样就完成 不过 这个做完之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好像还有延伸 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眼尖的同学 应该不知道 我们要看出来 对底色好像 礼拜六的底色是 礼拜六好像 就是这个底色 你会发现它礼拜六跟 那个其他的空白的底色都一样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week day 很奇怪 它如果你有给 这个资料刚好 那个日期是礼拜六 它会格式 另外如果你里面是空的 就是这里面是空的 它也会把它当礼拜六 这样好像不对吧 可是问题这个 好像就是它的bug 它里面奇怪 明明没东西 它把它判断成礼拜六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呢 想想看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什么挽救呢 就是我们在刚刚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有没有 刚刚有一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我可以修改它的规则 管理 然后在这里的话 礼拜六 这边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编辑规则 要怎么编辑呢 当然这里的话 思考方向是说 如果你要格式化的话 前提是 里面不能是空的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再下一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怎么下 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空白的部分 只要是空白不要格式 只有礼拜六才格式 OK 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是延伸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先试一下 插入空白列 跟删除空白列 还有设定列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那三段程式 云端上也有 最后做完的结果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打打看 插入空白列 删除空白列 跟那个什么呢 插入空白列 并且调整列高为50个像素